时间过得飞快,又到了10月份 这个月份有一个举世文明的庆典 那就是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Octoberfest 马来西亚也已经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 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 然而近年来,马来西亚在 是否应该举办Octoberfest 庆祝活动的政治争议 使得这个节日更加的出名和受欢迎 你们是否也对这个庆典充满期待呢? 在今天这集影片里 我们将深入探讨Octoberfest的历史背景 以及这个庆祝活动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 记得别走开 你好,欢迎来到国际贸易简易学Simple Exim 陪你轻松学习国际贸易的专业知识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多种宗教信仰 而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 然而近年来,10月啤酒节的庆祝活动 在政治上引发了严重的争议 一些政党反对在马来西亚 举办10月啤酒节的庆祝活动 而另一些政党则坚定认为 这个活动在马来西亚 已经举办了相当长的时间 应该继续举行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 Simple Exim尊重双方政治争议的立场 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过度饮酒和酒精的宣传 确实是不健康的行为 类似于香烟 我们目前没有 也希望将来不会有香烟的宣传广告 然而话虽如此 Simple Exim尊重每个人享有酒精的权利 并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决策 好了,让我们来继续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10月啤酒节 10月啤酒节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众庆典 包括啤酒节和寻回嘉年华 它每年在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的首府 慕尼黑 慕尼克 举行 通常从9月中持续到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左右 今年的2023年的10月啤酒节 注落在9月16日至10月3日 这个标志性的活动 每年吸引了超过600万名的国际和国内游客 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庆典 也是与啤酒和友情有关的全球性庆祝活动 10月啤酒节展示了巴伐利亚文化 并已成为全球啤酒爱好者和那些希望体验巴伐利亚 丰富传统的人民的必有之地 10月啤酒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10月12日 当时这个庆典首次举行 以庆祝巴伐利亚王子路德维希 与萨克森西儿德堡桃生的特雷莎公主的婚礼 当时慕尼黑的市民被邀请参加在城市门前草地上 举行的庆祝活动 之后这片草地被命名为特雷莎威斯 活动以塞马为特色 当时塞马是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节日逐渐扩展 包括农业展览 嘉年华和各种娱乐活动 很快的 啤酒成为了10月啤酒节的中心元素 在20世纪初 第一家啤酒帐缝和大唐开始设立 这些售卖啤酒的场所 后来成为了节日的核心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 1810年首届10月啤酒节在慕尼黑举行 以姓祝路德维希王子与特雷莎公主的皇室婚礼 1819年塞马比赛成为庆祝活动的主要部分 19世纪末 啤酒帐缝和大唐开始取代比较小的啤酒摊位 20世纪末 10月啤酒节不断增长 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活动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 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10月啤酒节 丰富多彩的背景和传统 10月啤酒节对于主办城市 慕尼黑以及庆祝地区的整体经济 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旅游和收入 10月啤酒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 这些游客通过在 租宿、餐饮、交通、纪念品和当地啤酒上的支出 被当地经济带来了重大贡献 该活动为慕尼黑及其周边的地区酒店、餐馆和企业 创造了可观的收入 第二,酒店业 在10月啤酒节期间 酒店业的需求急剧增加 酒店、旅馆和招待所通常都会爆满 客房价格大幅度上涨 餐馆、酒吧和啤酒帐缝 会雇佣额外的员工来满足增加的需求 第三,啤酒销售 慕尼黑的啤酒厂 尤其是参加10月啤酒节的6家主要慕尼黑啤酒厂 啤酒销售量大幅度增加 该节日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收入提升 他们专门为此活动生产的啤酒品种 被称为节庆啤酒Fest Beer 第四,就业机会 10月啤酒节创造了大量的临时就业机会 在节日期间,许多人被雇佣为服务员、保安人员、活动工作人员以及各种服务相关的职位 第五,本地企业的推广 这包括手工一瓶制造商和食品供应商在内的本地企业 受益于10月啤酒节 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展示产品和获得的曝光率的机会 第六,基础试试投资 为了准备10月啤酒节 通常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试试投资 包括零食、啤酒、帐逢和游乐试试的建设 这些投资刺激了当地建筑业并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七,税收收入 10月啤酒节产生的经济活动带来了地方和地区政府的税收增加 这些额外的收入可以用于资助、公共服务和基础试试发展 第八,巴巴利亚文化的推广 10月啤酒节是巴巴利亚文化和传统的展示 吸引了有兴趣体验当地风俗的游客 这促进了文化意识和文化遗产的推广 第九,延伸活动 除了慕尼黑以外 世界各地的其他地区和城市也举办了以10月啤酒节为主题的活动 这些延伸活动为当地经济和旅游业做出了贡献 第十,品牌推广 对于啤酒厂和赞助商来说 10月啤酒节是全球推广其品牌的机会 它可以带来节清以外的销售增长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Like我的Facebook Follow我的IG,TikTok,小红书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顺便也打开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这些精彩的内容了 10月啤酒节是一个热闹而且充满活力的庆典 通常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亮点 使顾客流连忘返 尽管具体的活动会因年份和地点而异 但以下是你在十月啤酒节庆典中常见的活动和亮点 第一,啤酒帐风和大堂 十月啤酒节的核心是啤酒帐风和大堂 游客可以在那里品尝各种Bafalia的啤酒 通常每个帐风有不同的啤酒厂赞助 并提供各种啤酒选择 这是社交、用餐和享受现场音乐的地方 第二,传统Bafalia食品 你可以品尝各种传统的Bafalia菜肴 比如香肠、椒盐炊饼、烤鸡、猪手、酸菜等美食 这些食物丰盛与啤酒是绝佳的配搭 第三,现场音乐 传统的Bafalia乐队提供现场音乐 饮奏、民间曲调和流行歌曲 游客通常在帐风内的长灯和桌子上跳舞 营造出热闹的氛围 第四,游乐事实和游戏 除了啤酒上风还有一个游乐场 是有各种游乐事实、游戏和娱乐活动 这个区域适合全家人 增加了整体的娱乐性 第五,游行 一些十月啤酒节活动以彩色游行开始 游行队伍包括马拉之啤酒车、传统服装和铜管乐队 这是融入节热精神的好方式 第六,传统Bafalia的服饰 十月啤酒节可能包括各种比赛和竞赛 如举杯比赛、滚筒比赛、甚至传统Bafalia体育比赛 第八,文化展览 一些十月啤酒节活动包括展示Bafalia传统、手工艺和历史的文化展览 第九,烟花 一些节日以壮观的烟火表演结束 顶亮了夜空 第十,纪念品 你会发现许多摊位出售十月啤酒节主题的纪念品 包括服装、帽子、马克杯和其他纪念品 第十一,本地精量啤酒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提供本地精量啤酒 为游客提供更多啤酒选择 这些活动共同营造了十月啤酒节的欢乐氛围 使它成为一个不可错过的庆祝活动 在马来西亚,十月啤酒节庆祝活动通常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城市和地区举行 尽管缺切的地点可能会因年份和不同的活动而有所不同 但以下是一些通常会举行十月啤酒节庆祝活动的常见城市 包括吉隆坡、槟城、亚币、兴山等等 而过去一些参与马来西亚十月啤酒节庆祝活动的啤酒品牌包括 第一,Pollainer 它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啤酒厂 Pollainer通常与全球的十月啤酒节活动有关 它们以生产传统的十月啤酒风格而闻名 第二,Hofproud 它是另一家著名的慕尼黑啤酒厂 以参加十月啤酒节而闻名的 它们的啤酒通常在马来西亚十月啤酒节里可以找到 第三,Erdinger Erdinger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啤酒厂 以其小麦啤酒而闻名 它们通常参加十月啤酒节活动 并提供各种小麦啤酒选择 第四,Calspert Calspert是一家全球知名的丹麦啤酒品牌 在马来西亚广发销售 并且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工厂 第五,Tiger Beer Tiger Beer是新加坡的啤酒品牌 在马来西亚生产 因此在马来西亚的十月啤酒节活动中也常看见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地点 有机会参加十月啤酒节的话 你一定会玩得十分尽兴 流连万返 而我自己也很幸运地在十年前 曾经有机会前往德国 莫尼黑的十月啤酒节 品尝了他们的正宗啤酒和美味的德国助手 那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验 现场的热闹和欢乐气氛 令人难以忘怀 到今天为止我还历历在目 你有没有参加过任何国家的十月啤酒节庆祝活动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够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赞 分享 让更多的人受惠 这里是Simple Exim 国际贸易减医学 我们 下期见